前途无限的女子,因一丝错误的二魂,最终让自己伸手艺术,在一桩从外看似会拥有一切的华丽豪宅地下室中,一场令人震惊的悲剧,悄然上映。 沃尔什佳,外人眼中的完美缩影,豪华舒适,一切看似触手可及,但谁又能想到,那扇紧闭的门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连安娜最亲密的母亲,也未曾察觉到,她女儿正身处何等险境。 更加颇朔迷离的是,布莱恩追求安娜的手法异常独特,她从安娜的前夫那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她攻占,导致这对前夫妇不得不寻求警方庇护,避免骚扰与威胁。 尽管如此,安娜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与布莱恩一起生活了七年。 安娜·沃尔斯,出生名为安娜·莱奇奇,1983年4月18日,生于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在那里,她和妹妹一起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存着。 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安娜进入了贝尔格莱德研究大学,这是塞尔维亚最大的学府之一。 她专攻外语,最终获得了法语文学的硕士学位。 22岁那年,持有文凭的安娜带着对美国更宽管前景的渴望,得到了家庭的权力支持,于2005年移居美国。 为了在酒店管理领域提升自己的教育水平,安娜在几家知名酒店担任管理职务,尤其是在弗吉尼亚州的小华盛顿旅馆。 该旅馆是精品酒店联盟罗莱夏朵酒店的意愿。 她的热心、亲和力和自人心让她迅速谨慎,赢得了同事和上司的尊重。 她的多语言能力和解决冲突的技巧让她轻松与人建立联系,深受同事喜爱,拥有广泛的朋友圈。 把握每一个机遇的安娜成为了美国公民,保留了自己的塞尔维亚国旗,并因高收入而投资于房产和汽车。 她的旅行经历拓宽的视野,职业生涯不断攀升,最终晋升为高级经理,更吸引了众多追求者。 在马萨苏塞州门莫克斯的威尔斯雷酒店工作期间,她与酒店主厨马库斯奥尼尔坠入爱河,并于2009年结婚,之后改姓奥尼尔。 布莱恩沃尔时,1975年7月出生于马萨苏塞州波士顿,出自一个知名而富裕的家庭。 父亲托马斯沃尔时,是一位著名的神经病学家,负责领导周年一家零星医院的部门,并在寓所知名医学大学收课。 从小被溺爱的布莱恩从未体会过拒绝。 他在最优秀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穿着昂贵的品牌服饰,生活无忧。 尽管父母竭尽全力为他提供最佳教育,但他未能在任何一所父亲为他安排的著名学院中完成学业。 然而布莱恩绝非愚笨,他以狡猾、冷静和好度助成,总能找到方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对金钱和奢华生活的渴望达到了非凡甚至是强迫性的程度,极不愿意动用自己的资金。 年轻时,他经常向朋友借钱,却不归还。 在上大学期间,他会邀请朋友到最豪华的餐厅,然后通过各种操控,确保别人总是能为他买单。 多年后,布莱恩与父亲疏远,直到2018年老沃尔时期时,他们之间的裂痕源于布莱恩从托马斯的个人账户中切诈性地提取了近百万美元,并带着钱消失。 尽管父亲没有向警方报告这位忘恩负义的儿子,甚至试图说服他资源归款资金。 当布莱恩拒不归还父亲的巨款时,托马斯与他决裂,将这个长子从自己的生活和遗嘱中永久地抹去。 在此之后,布莱恩的父母离婚,父亲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托马斯去世后,布莱恩突然现身,竟然苏职法庭,声称父亲的遗嘱是遗孀和幼小孩子伪造的,目的是剥夺他的遗产权利。 最终,他的指控毫无证据,也未能获得任何遗产。 熟悉布莱恩的人对他的描绘都是一致的,贪婪,恶毒,甚至残忍,他的暴力倾向和无法控制的情绪让人深违。 据说在2000年代末,布莱恩因无法控制的愤怒而接受了精神病治疗,并被诊断出反社会人格障碍。 布莱恩和安娜与201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尔斯雷酒店相遇,当时安娜担任的是高级预定经理,已与在酒店工作的马库斯奥尼尔结婚。 布莱恩是酒店的客人,对安娜一见倾心,他对安娜的追求无法阻挡,连续不断地骚扰让奥尼尔夫妇的生活陷入了恐慌。 2015年,他们不得不寻求警方的帮助,以防止布莱恩的骚扰。 布莱恩的行为日期猖獗,甚至威胁要伤害安娜和她的丈夫。 不久后,安娜意外地离婚,并与布莱恩结婚,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科哈赛特的好花住产安家,那里距离波士顿东南约20英里。 在这段婚姻里,他们迎来了三个孩子。 安娜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成为了提妙米安斯贝尔房地产公司的区域总经理,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工作让她频繁地往返于华盛顿特区,在那里她购置了一处房产,并拼起了保姆照顾孩子们。 与此同时,失业的布莱恩沃尔时却一直在寻找赚钱的捷径。 他曾在韩国认识了一个艺术收藏家,后来这位收藏家请求布莱恩帮忙出售几幅安迪沃霍尔的画作。 安迪沃霍尔是美国近代艺术家,布莱恩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牟利。 他接触到能够精确复制这些画作的艺术家,并说服对方为他制作山寨品,因为每幅原作的价值大约25万美元。 在这些精心策划的诈骗中,布莱恩巧妙地将伪造的画作作为争计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收藏家。 直到一位精通安迪沃霍尔作品的艺术鉴定专家迅速识破了一幅赝品,并对布莱恩提起了诉讼。 佛伯勒随即进入调查,2021年4月,涉案人士承认了出售伪造艺术品的行为。 在律师的协商下,他被置于软禁状态,并要求将画作所的款项返还给买家,以换取免于监禁的机会。 布莱恩沃尔时的自由受到限制,但法院允许他每天两次离家,以便开车送孩子之教育机构。 他还被允许每日早晨有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前往商店、药房、干系店,以及官方文件中批准的其他接触地点。 这些地方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 2022年12月31日,沃尔时一家准备在家中迎接新的一年。 当天,孩子们早早入睡,指榴安娜与布莱恩二人。 那晚,安娜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她最后的动态,含糊地提及这一年的挑战,但也表达了与丈夫的团结。 安娜原计划1月3日飞往华盛顿特区处理工作,但在1月4日,她未能出现在公司。 错过了中亚的商业交易,其手机也多日失联。 数日后,布莱恩向警方报告了安娜的失踪。 她趁最后一次见到安娜是在1月1日清晨,她匆忙告诉自己因工作紧急而需要提前出发。 布莱恩以为安娜已经前往机场,只带了必需品。 但这起案件很快出现了不一致之处,安娜的机票并非1月1日,而是1月3日的航班。 她的撤停在家中,也没有叫撤记录。 布莱恩的陈述引起了警方的怀疑,她似乎对棋子失踪并不焦虑,直到第四天才报警。 从案件初期,布莱恩即成为主要嫌疑人,但执法部门无法搜查其家庭住宅。 他们进行的只是基本的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痕迹。 1月5日,警方在电视上展示了安娜的照片,呼吁公众提供信息。 她最后一次通话是在12月31日,布莱恩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她的人。 但监控摄像头并未捕捉到相关线索。 在新年1时的2021年1月1日,安娜仿佛蒸发了一般,没有任何摄像头捕捉到她的外出画面。 相对的,她的丈夫布莱恩却多次被记录离开和返回,却无人知晓她的具体去向。 布莱恩春去的超市,亦无从查证。 监控摄像头未曾见到她的车辆驶过,商店内已无际可循。 1月8日,布莱恩因虚假陈述被捕,并在警局接受审讯。 同时,她的家也首次被彻查。 调查人员揭露了一个惊人事实。 1月1日,布莱恩曾光顾一个并不再人进条件时刻的五金店, 购入了清洗用品,塑料布、脚带、拖把合同,以及多用涂抹布总花费近500美元, 并特意采用现金交易,似乎是为了避免留下痕迹。 家庭住宅的搜查初看平常,无不寻常之处,家中秩序井然,没有明显斗争或血迹。 然而当执法人员步入地下室,一切亿云即刻消散。 虚集散布各处,血污的刀具和锯子被遗弃在旧杂屋堆中,用毛巾粗略遮影。 此前,布莱恩承认在1月3日曾违反软禁规定,前往城市另一侧的母亲家, 声称是因母亲健康恶化。 但在地下室发现的证据后,警方怀疑这名男子在前往母亲家的途中,可能以秘密处理掉了安娜的遗体。 所有通往母亲住所的路线上的垃圾桶,都被搜查一孔。 而在其中一个垃圾桶中,发现了带血迹的厨房刀具和几条血迹斑斑的毛巾,与沃尔施家地下室的现场相符。 法医坚定结果确认,血迹属于失踪的安娜。 警方随后查获了布莱恩的笔记本电脑和他们最大孩子的平板电脑。 这些设备上的搜索记录令人震惊。 在安娜失踪前数周,布莱恩曾搜寻关于财产分割的信息, 而平板电脑上在1月1日凌晨4点左右的搜索记录则更为直接。 尸体何时开始分解,如何处理尸体,如何清理血迹,肢解尸体的方法, 以及如何避免尸体被识别身份本字眼不断出现在眼前。 1月3日,布莱恩的搜索记录转为财产继承的问题。 他似乎确定自己能够逃脱,并准备继承遗产。 毫无疑问,此人正是凶手。 1月18日,布莱恩沃尔时因涉嫌谋杀妻子安娜被证实起诉。 尽管安娜的尸体至今未被找到,检方仍旧坚定地指控布莱恩在1月1日伤害其妻子, 并在家中地下室残忍肢解了安娜的议体,随后将尸体部分密封于塑料之中, 并在数日内将其遗棋于室内不同角落的垃圾相中。 警方对布莱恩的住所周围地区以及数英里半径范围内进行了细致的搜寻, 寻找可能的案件线索、荒地、森林以及水体军卫放过。 但这一切努力都宣告徒劳,布莱恩对所有指控都否认,且拒绝透露任何可能的尸体下落。 在失踪前,安娜其实考虑过结束这段婚姻,她曾多次在与母亲及姐妹的电话中提及这一想法。 在失踪前一晚,安娜甚至请求母亲从塞尔维亚飞来美国,希望能得到母亲的陪伴。 遗憾的是,她的请求并未得到家人的重视。 审判人在等待中,布莱恩目前被关押在诺福克全教所。 至于布莱恩和安娜的三名孩子,目前由州政府临时监护,因为没有家庭成员愿意照料他们。 安娜的母亲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允许,而居住在加拿大的姐姐也拒绝接纳这些孩子。 案件致辞也算是告一段落。